我就是特别喜欢她 所以什么都听她的 这有什么不对吗 刚开始我还挺喜欢她 对我百依百身的感觉 可是后来我发现 她什么事都得问我 什么事都得依赖我 我真的不喜欢她这个样子 我就是这么特别喜欢她 什么都顺着她 不想让她有一点不高兴 这样多难道有错吗 看这个视频小片的时候 这个心里 女人的心海底真太难猜了 男人听话你们不要 男人不听话你们也不要 男人没出息你们怨 男人有出息你们怕男人花 你们到底要什么 一会看看四位老师怎么说 咱们看看这一对 男生是怎么听话的 女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抱怨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明26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雅23岁 同样来自河北 是一名前台接待 来 有请有请两位 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 公开这个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愿意 小明你和小雅是怎么认识的 我俩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谁追的谁啊 我主动 那会儿看上他了吗 刚开始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 就是挺满意 反正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就听什么那种感觉 不挺好 现在呢 现在好了两年了吧 我就发现他没有一点改变 然后 还是这样 对 还是这样 多好啊 人家都是怕变 但是我现在就觉得他 不管大事小事都让我决定 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累 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 是听话 是 谁的话都听还是只听他的话 只听他的话 妈妈的话呢 也听 多可爱的孩子啊 来 我问问 你都跟他说过什么话 他就听得让你觉得不满意 就是反正什么事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举个例子呗 我看你说过什么事 就像 有一次我们跟他的朋友 去吃饭吧 然后他的朋友就喝多了嘛 说的话特别就不中听 反正我就特别反感 然后回来之后呢 我也没他在意 我就随便说了一句 我说讨厌他 后来有一天我就发现 他那个朋友给他打电话 他就直接拒接了 我就特别纳闷当时 你不喜欢我跟他待一起吗 我就不跟他联系了呗 可是 你这是重色亲友啊 我怕他生气嘛 真不联系了 真不联系了 当时我就是一个随口一说 那你不觉得骄傲吗 这么听你的话 当时我就是没有往心里去 因为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嘛 然后当时他就不跟他的朋友联系了 结果他的朋友都对我有挺大的意见 其实我不是这样的 我就是随口一说而已 结果他的朋友 现在对我的意见特别大 就我们出去的时候吧 他们都不愿意跟我说话了 我就觉得特别委屈 错了也不行吗 别生气了 行吗 你不要总是跟我道歉 道歉也不对啊 编导跟我说 女生留了一段她道歉的视频是吧 咱们看看 我特好奇你知道吗 来看看 老婆 你已经一个星期没有离我了 你们看看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 别生气了好吗 回来吧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回来吧 改 我真的会改的 我真的会 看得去 哎呀 我受不了了 你看看她每次都这样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我每次一跟她生气了 她就这样 我特别受不了了 别臭嘚瑟 多好的男生啊 有什么哭的呀 能像个爷们一样吗 他不像爷们吗 我能为你去死 别人能为我 我没让你为我去死啊 你可千万别说让他去死啊 他都真能死咯 一吵架的 他就给我发这种视频 就你们俩不能吵架 一吵架就这样是吗 是 每次我一生气 他是所有的事都听你的吗 对呀 每次我们俩 不管去哪儿 或者吃饭什么的 他都听我的 两年之内 我都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 每次都听我的 每次都听我的 你想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吗 我就特别烦 我当然想知道他吃什么呀 你喜欢吃什么 他喜欢吃什么 我就喜欢吃 我想抽你 我还就是 你能不能拿 我还能拿着一点 能不能有点主见呀 不是 我看看这是什么材料 做出来的 哎 这不是现在的 叫什么 叫什么 对对对 这么暖不好吗 我喜欢你我才会这样的我 你知道吗 有一次我俩 我就下定决心了 我非得要让他 就是决定一次他吃什么东西嘛 我俩出去了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我想吃那个海底捞 他说去呀 然后我说我又想吃炒菜了 他说那也行 我说你决定吧 咱们到底吃什么 然后他就说你想吃什么呀 你想吃什么 咱们就去吃什么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决定 他都做不了 我就受不了你 我怕我选错了你生气吗 我不想看见你生气 小明 26岁是吧 你24岁之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 也是这么听话吗 差不多吧 女孩为什么这么好 为什么离开你了呀 我也不知道啊 肯定跟我一样 就是受不了了 你还得了便宜还卖乖 挺好的呀 你看 你要是天天跟一个这样的人 生活在一起你乐意吗 太好了 多烦呀 一点都不烦 我都该烦死了 我天天你说我上班吧 就是我工作的事特别累嘛 就是天天操这个心操那个心的 然后就是下班到家了吧 就是让我操心 什么事都有我决定 不管大事小事的 所有吗 对呀 就像上一次吧 我俩去那个游乐园玩了 我就觉得那过山车挺好玩的嘛 我就撒娇 我就说你跟我一块去坐呗 然后他就真的跟我去了 结果我俩从那个坐山车上下来之后 他就瘫那儿了 就说又吐又呕的 我不知道你那恐高症这么严重 你自己也不知道嘛 你就跟我上去 我又没逼着你跟我上去 我怕你自己上去害怕嘛 你怕吗 我也怕 我根本就不怕 因为我总玩嘛 我也不知道他有这么严重的 但是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 我就想要一个就是能做决定 然后该做什么的时候就做什么 不 就是你不能因为喜欢我 你就伤害自己的身体呗 你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 那你还是疼他的是吧 对呀 我就是 但是我也没逼着你跟我去 他就跟我去了 我下来之后他就不会动了 我就特别又无语你知道吗 就是哎呀 我就是完了 那你今天来要干嘛 你今天来要干嘛 我就是受不了他这样的 就是他要是再这样呢 我就跟他分手了 我错了 老温别生气了情况 你怎么又错了 你哪儿错了呀 你怎么总跟我道歉呀 他是不是在生活里就这样 你说 对呀 他总跟我道歉 是不是他的错他都跟我道歉 就像那次从游乐园玩回去 我挺不高兴的嘛 然后到家了他就又是打电话 又是发短信的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那也不是你的错呀 是我让你跟我去 你就跟我去了 然后你还说你的错 是不是你的错你就总跟我道歉呀 我以后不逞强了行吗 我下回不逞强了 你知不知道你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总跟我道歉 是不是你的错你都跟我道歉 知道你最大的问题在哪儿了吗 知道了 是什么呀 总认错 我问你啊 生活不仅仅是这样去玩去吃嘛 比如说有些事可能就需要男人做主 那种男人做主的事他能做主吗 就是特别小的一件事他都做不了主 就像上次我让他帮我传个电脑吧 我就跟他说 我说就是在普通的时候在家里用嘛 上上网看看那个电视剧什么的 然后吧 当时我正接待客户呢 然后他就一会儿给我打一个电话 一会儿给我打一个电话 人家客户都烦了 然后他就 他问我什么呀 他就问我 那个我给你传这个电脑 那个硬盘要多大的呀 那个显示屏要多大的呀 那个显示屏外壳 那个要什么颜色的呀 就总问我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你不知道我陪客户呢吗 你就一个劲给我打电话 这点小组你都做不了 怕我买的你不喜欢嘛 万一再跟我生气我就怎么办 我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呀 就是平时在家里用 来 我能单独问他几个问题吗 想娶他吗 想 打算什么时候娶他 什么事都行 给个具体的时间 明天 明天 好 准备好娶他的一切了吗 差不多 都准备了些什么呀 准备了我 除了你呢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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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怎么准备娶人家呢 心里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哈 敢向他求婚吗 敢 他要拒绝你怎么办 继续 我真的受不了他这样 跟他这样的人在一起 痛苦的时候多 还是快乐的时候多 烦的时候多 那别人不羡慕你吗 有这么好一个男朋友 这么乖 你 就是你如果要是真的也有这样一个男朋友的话 我没法有 就是 就是别的女生嘛 人家如果也有这样的一个男朋友的话 他们肯定也会忍受不了的 因为两年了都这样嘛 好吧 就是前一阵我爱吃那个鸭脖嘛 我说那个鸭脖挺好吃的 然后你知道吗 他就天天给我买鸭脖 就天天给我买鸭脖 都没有别的东西 我觉得你这人挺怪的 你说好吃天天吃怎么了 那他一连一个月 他就给我天天吃鸭脖 我都受不了 我嗓子都疼 他还给我吃鸭脖 真是不会享受的 哎 抬起头 想娶他吗 想 像个男人一样的 先亲他一下去 去啊 我怕他生气 我给你做主 他生气就对 他不就让你不听他的话吗 亲一下 你看没生气吧 再亲一下 再亲 再亲 看来你平常啊 亲都不敢亲 还得他多来亲一下才敢亲 来这儿有机会了 再亲一下不 还要亲一下不 不行了 再亲上亲了 哎 你们看怎么办吧 来 丘比特问卷 可以想象 此刻在看电视的女士 会把她的男友 或者丈夫 揪到电视机前来看爱宝 说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才是好男人 你想 现在有多少的女人 为了如何让自己的男人 能听她的话一戳莫展 而你呢 为了自己的男人太听你的话 而到爱宝来诉苦 你说 我真的没办法忍受他这样 但你有没有想过啊 你看 你叫他朝东 他不敢朝西 那么这样的男人 他绝对不会到外面去 遭惹是非的 你就他回家 他立马回家 这个多好啊 你不喜欢吗 我觉得特别乏味 跟他在一起 没有心意 所以小明啊 我真的理解你 你真的蛮委屈 我们做男人 现在真的很难 大男子主义 女人不喜欢 小男子主义呢 女人也不喜欢 你真的感到委屈吗 不委屈 我知道他在你不敢说 他一点都不懂得变怒 但是此刻我 我突然想到一个 不厚道的一某情景 有一天你和他一起 出门 他突然掉到水里 你看在眼里 接在心里 马上说 亲爱的 我都听你的 你说我该怎么办 可此刻 他已经淹在水里了 你怎么办 会救他 但是他没批准 能救吗 所以 有时候他认为 我百依百顺 我言听计从 我是个好男人 但是 很多的女人认为 这是窝囊 所以小明 作为长辈 我真的想 告诉你的事 一个男人 必须要有主见 在关键的时候 你拿得出主意 挺得出身 所以和你说一句话 女人 自所以喜欢男人 是喜欢有脊梁骨的男人 而不是完全 会听自己话的男人 我就觉得 可能普遍的人的心态 就是这样 有什么嫌什么 没什么想要什么 你期望他有一点点 能够做主的状态 但是你没发现 他刚才现场 就自己做了一个主吗 我要再亲一下 好理直气壮的 过去都不经过你同意 王老师 这不是他的主意 是赵春和图雷老师 叫他去的 图雷老师和赵春老师 给了他第一次机会 第二次机会 是他自己主动要的 他说还能再亲一下 他说了说了 对 确实说 所以在他主动要第二次机会的时候 他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吧 没有 你觉得他第二下亲的 比地下舒服吧 还行吧 我想问一下这个男孩子好了 你除了说在生活当中 你很听他的话 你在工作当中 甚至说过去你在上学的 这个择校啊 还有对未来的前途的 那个判断上面 和选择上面 你是听父母的话 还是自己做了主 包括你现在的职业 听父母的话 也没有完全自己做过主吗 有过吧 那就以后多有一点 因为有一天 你想跟他走下去的话 你也会成为别人的父母 你的孩子来问 会问你 爸爸我该怎么做 你不能说 等我问一下你妈 懂吗 懂 如果你想要成为他的男人 成为他孩子的父亲的时候 你就要自己做主 而且你要告诉 让你的孩子有那种 父爱安全感 当你有那个心理准备的时候 你就够爷们了 我觉得他们俩一定分不开 但是我真希望啊 你们俩能够分开一段时间 不是分手 分开一段时间 对于你来说 你看自己到底能不能很好的活下去 分开一段时间对你来说 你看你到底是不是 没有他会更轻松 我不能没有他 别说不能 说这不能就太幼稚 我问你 你知道女人最喜欢的男人是什么 其实有三个词 尊严 主见 担当 女人最希望寻求什么 安全感 光听话是找不到依靠的 养一个宠物也比你还听话 女孩其实好多女孩羡慕 就像于老师所说的 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 吃惯了山珍海味 你肯定你现在感觉就是胃同绝辣 给她一点成长的空间 她是一个很爱你 而且呢很单纯的一个男孩 从男孩到男人呢 可能委屈你要那个多培养她一下 好吧 好女人是一本好书 是一所好学校 有的时候不要老说 是因为她不好 想想自己 涂老师 刚才王老师说 至少她今天在舞台上 做出了一个有主见的决定 就是我决定 要亲她一些 这貌似是一个自己做的决定 但是我也可以说 这不是一个有主见的决定 我可以说她是因为 在大家的鼓动和骚动之下 她有了这样一个决定 但如果在她做出这个决定的 红时我跟赵船说 不准亲 我敢料定她不亲 你信不信 这就叫什么 我信 我认为你们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我们说 争是为了不争 不争其实是默默地在抗争 但不管一个男人嘴上争或不争 内心对生活都得叫点争 为什么呢 鲁迅说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 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 或者同事朋友 他一定有他不满的地方 这才有对生活真正的理解 有了真正的矛盾和碰撞 他才能真正的爱生活和爱人或者是朋友 共同相处 而一个没有主见 从来没有不满的人 他的那种所谓的执着 我认为不是真正的执着 他的那种专一 我不认为他是真正的专一 你比如说 我们很鼓励自己的爱人要包容 但是这种包容 并不是说俯首贴耳 而是真正的产生了矛盾之后宽容对方 而他的这种包容 只能说是一种随从 如果自己的爱人有错 你不指出来 那是真正的不负责任 在生活当中 确实有一群男人是这样的 他们很没有主见 但看上去非常随和 跟谁都可以打成一片 但事实上这种男人就是强斗草 这边说就往这边倒 那边说就往那边倒 在生活当中也没有担当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得好好地考量 当然赵川也说的很有道理 女人很重要 也许她现在是没有真正的成长 但如果一个真正智慧的女人 可以把她培养成一个非常有主见的男人 但是那需要一定的智慧 而且会很累 你不一定是这样的女人 你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耐心 因为我已经渐渐看出了你的不耐烦 因为这种人就一拳打上去 没有任何回应 那结果怎么办呢 我觉得她没办法做判断 你有办法做判断 你是不是那个可以培养她的女人 你有没有这样的智慧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 你有没有这样的耐心 否则的话笑一笑就算了 彼此留个念想 就这样 一个人一个性格 性格其实是能修炼出来的 20岁和30岁不一样 30岁和40岁不一样 40岁和50岁不一样 你经历的多了 遇到的事多了 考虑的多了 你一定会改变 所以这里面我倒不觉得 有好还是有坏 因为回归爱情本质来说的话 你享受这个过程就好 我们今天了解的是 生活的一个侧面 就什么都听她的 但是我们听去听来发现 你们俩真没碰到过 特别重大的事 也就是说生活给你们 真的考验还没有 我理解女生最担心的是什么 是当生活有一个重大的抉择 需要一个男人去扛的时候 你能不能扛起来 有些男人平常看着强 真遇事的时候真的不行 有些男人看着是弱不经风的 什么都听老婆的 出去扛事的时候 扛的厉害的很 其实我相信她现实生活里 并不一定那么懦弱 只是因为她面对爱的时候 她觉得我不如你她这样 这大概是我的一个解读 每个人解读都不一样 这大概就是你的幸福 很多女人求不来 但是你觉得不好 不好你把它放出去 在其他女人的眼里面 她可能就是个聚宝 爱的都不行 我不觉得别 不是你可以不要 不喜欢就放手 喜欢就踏踏实实的在一起 开开心心的 有问题说问题 有矛盾说矛盾 我们来一起进入黄金60元 老婆 我真的不想失去你 我知道你讨厌我 没有主见 自己没一点主意也没有 但是我会改 我为了你我什么都会去改 包括一切一切 我只有一个要求 求你不要离开我 求你不要离开我 周锦楠 我 别哭 我真 你别离开我好吗 我嘴笨我不会说什么 我只想 求你了你不能离开我 我失去你我真不知道 世界会什么样的 求你了别走好吗 给我个机会 行吗 求你了 对不起 来吧 交换箱子吧 兄弟 失去谁都能活 回去吧 回去啦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各位 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如果你的爱人 就是这样一个 对你言听计从 毫无主见的人 你的选择是 继续爱他 就选赞成 不爱他 分开 就选反对 各位 请选择 哦 59.09% 还是要继续爱的 40.91%说 我不会了 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是反对的 因为我之前 哦 有故事啊 听听听听 因为我之前搞对象就是的 什么事都听我的 所以后来30号 我觉得很累 然后现在 现在 就是接触的女生就是 她跟我比较互搏 有时候 我就拿不住主意 她就帮她 所以说感觉特别舒服 您这要是 拿自己的精力说 我是一点反驳的理由 都没有啊 现在生活的好啊 还可以 心感稳定是吧 还可以 正 发展 谢谢啊 好了最终的选择 还在人家手里 一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这我看着跑得最快的一个 多好啊 来来来 兄弟过来过来过来 最后一刻让我们心呆了 真的爱过来 凶风啊 你看哗 过去了 来 念念念念 女生写的 我们找个女生念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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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子的 男孩子的 对对对对 他说 我们家里父母是父亲当家做主 家里总是特别有秩序 大事儿听爸爸的 小事儿听妈妈的 但是你这种就让我好失望 我想你也像我父亲一样 可以像一个男人一样 当家做主 能有决断性 每个家庭模式不一样啊 孩子 你那么强势 你做主多好啊 来 请我们的小花童 选择幸福 亚赛何来盼盼盼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恭喜你们俩获得了 由私部集团天使真卫提供的 精美面膜一份 智生活想人生 感谢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 价值2580元的 擦窗机器人窗保730一台 接下来的时刻 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你刚才说叫什么 爱保雄风是吧 他刚才跑过去分明就是爱保雄风 太厉害了 来 各位请见证 老婆 谢谢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你相信我 以后我一定会改的 我一定会对你更好更好 更好的 来来来来拿一下这个啊 回去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回去吧 这头也不灰的就走了 这多会过河拆桥啊 你们说 当然只要他们幸福 其实对我们来说 一切都无所谓 接下来的事情